各位同学,我都知道大家在学镜的时候 在画光线图有点困难或者不太容易掌握的地方 所以今天希望这条片可以帮大家做一做例题 跟着看看流程怎样画,或者怎样可以掌握得好些 好了,今天第一条讲的例题就是3A课本第19页的例题 虽然下面有题解,我都会告诉大家 我会怎样去画这条题目给大家看看 好了,题目叫你画光线图,做什么呢? 怎样画学生AB怎样看到O的像 好了,像的意思就是影像,我们会用I表示 好了,我放大一条题目 好,画所有平面镜图的时候 第一步我们要画的就是I是什么 好了,I怎样找呢? 就是看物距和像距的情况 现在物距就是这里了,蓝色这里 我现在会插的 这里,那一点和镜子距离绿小格 所以如果镜子在这里开始,去绿小格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应该是I来的了 好,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留意了 这个位置,通常我们用交叉去表示 这个位置就应该是I了 好了,当我定义到I之后呢,所有东西就变得容易了 为什麽呢? 来啦,step1 step1是由眼看去I的 ok,step1 好了,什麽意思呢? 如果我们的眼,有眼顶有眼底 ok,由眼顶看去I ok,和由眼底看去I 不是,我们会有这两条线出现 看实了,由眼顶画去I 但你要留意,一进到镜子的话 其实呢,这条线就变得虚线 这条就是眼顶的线 好了,眼底是怎麽处理呢? 眼底就是这样 一样,由眼底看去I 一进到镜子就变得虚线 ok,好了 但同学你要留意,这两条线原本应该由哪里来呢? 好了,step1 望去I,但要remark 就是什麽呢? remark就是镜子内 镜子内用虚线 ok 好了,来啦 现在在问,既然说 step2很简单 就是光线的原来在哪个位置? ok 光从那里来 光从那里来 ok 好了,既然现在在望中I的话 所以光就应该由O那里来了 所以光应该由O那里来 所以这两条光线原本呢 都应该由O那一点来 所以呢,我在物件那里 画一条光线出去 光由O就射进去 ok 光由O去的 好了,整件事呢 就容易好多了 好,最后三 箭嘴方向 好了,这个箭嘴方向是说什麽? 光线是由物件射出来 最后射入眼 所以整件事呢,就英俊了 ok 好了,试下B的情况 B的情况一样 step1 由眼望向I 现在有眼顶和眼底 所以由眼顶那条线 拉一条直线 我用第二个色 由眼顶拉一条直线 望去I 记住镜内是虚线 第二,眼底亦都一样 但有时在题目呢 眼睛会用一个交叉号表示的 所以同学就要留意了 好,进去 就用去线表示 好了 记住 光从那里来 ok 光就由O的点来 光由O的点来 ok 所以光线 我把箭尺放在IPAD不直 但你一定要用箭尺 光线是由物件射出来 射入眼睛 整条题目就完成了 就好像下面的题解那样 那是不是很英俊呢 好,第二条 下一条一样 在课本3A第20页 这里有几条题目 叫你先画出反射线等等的东西 试试我们逐条逐条来 好,第一条先 他说标示I的位置 ok 第二 如何反射 跟刚才一样 我们要找回象的位置 聪明的同学 你会见到物件的位置 这个是物距 所以象距都说要同一距离 所以同一距离 在那个高度上 刚才是用交叉的 所以这个情况 应该是I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光虫那类类 既然物件由O射出来 今次我们既然没有眼睛的话 就直接跳了射入眼睛 直接我们都可以知道光在哪里 光好像要翻转 由I射出来 这次从眼睛那里相差一点 我们没有眼睛 不用画射入眼睛 所以就直接想 既然光是由O射出来 其实也很像 由I射出来 所以整件事 我们现在就会见到这样 这个就是不需要有眼睛的画法 所以第一条就解决了 好第二条 没有图都不处理了 我看第三条 第三条 画像 当镜子一打斜了 很多同学就处理不了 那像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是要找 如果解决这个叫X 那箭嘴头和箭嘴尾 箭嘴头 箭嘴头应该在哪里 第一我们要找它和镜子 最近的距离 其实就是一个打斜的小隔 所以这个 应该是箭嘴头的位 箭嘴尾是怎样呢 它和镜子的垂直距离 应该是这个位 所以继续延长它 这个应该是箭嘴尾的距离 所以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知道这个 就是箭嘴头的距离 这个就是 放下来 那就是解决整个问题 好第四条 如何看到支笔呢 那我们再试一次 放大一点 看看 我们首先要找个像 其实呢 方便在计算 我可以叫北尖做O1 北尾做O2的话 O1和镜子相差五格 所以镜子里面五格 一二三四五 这个位呢 应该是I1来的 当我定到I1 I2一样了 I2就是六格 这个位呢 就是I2 所以支笔呢 就应该是这样摆了 记住同学仔 必定要用箭尺 OK 必需要用箭尺 支笔呢 其实就是这样摆的 我用箭嘴 简单代表了 DSE也不用担心 一定是用箭嘴的 所以同学不需要害怕 好了 现在你的眼睛好吗 我用个深小小的画法 一样是有眼顶和眼底的 好 现在我们的三部曲来了 眼望I1 眼望I1 眼顶望I1 会怎样呢 眼顶望I1的话 眼顶有条直线连起上来 就见到I1 OK 眼底亦都一样 有条线连上来 望到I2 OK 好了 光从那里来 既然现在在望1的话 光是应该由1 那里来的 所以这两条光线分别 就会由1那里进来了 好了 按我们呢 就见到这两条光线 记住最后 返回箭嘴 就解决了O1 O1 O2 一样 眼顶望I2 眼顶望I2 入到去 是这样的 好了 眼底望I2 眼底望I2的话 你就会见到是这样 好了 这两条光线原本在哪里 原本在哪里 原本就是在I2那里 所以题目就是这样 最后箭嘴方向 箭嘴方向就是射入眼 OK 现在在拍片 所以你应该跟得到的 但是在DSE最常见是会怎样出呢 我们看看 OK 好了 留意 DSE通常这个位置 就会被一个交叉 眼其实用一个交叉来代表 我解设这个位置就是眼 好了 跟刚才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画一个像的话 一样啦 5甲1 2 3 4 5 这个位置就是I1 I2 这个位置就是I2 我们有个箭嘴 骨头就是箭嘴头 镜里面用虚像 好了 如果只有一个箭嘴 就简单很多了 OK 好了 为什么简单很多呢 留意了 我们正因为眼睛只有一点 就没有眼顶眼底了 所以我们现在眼看I1就够了 看住了 现在直线就会这样放了 直线 进去继续是虚线 其实跟刚才一模一样 好了 这条光线原本哪里来啊 原本就应该由O1那里来咯 好了 所以光线射入眼 好了 我用第二只颜色 看看O2的处理 好 好 现在眼的点就看I2了 OK 好了 眼望I2 这条是直线啦 里面是虚线 所以这条线本身哪里来啊 就由O2那里来 OK 就O2的北尾那里来了 所以这条线呢 你就见到是这样 记住给回箭嘴它 整条题目就解决了 OK 好了 最后一条 DSE的题目 它问你 评成像和反射线 好了 四分 你说难不难拿 不难拿 为什么呢 看着咯 其实你的镜子在这儿 我当镜子在DSE 其实那一年就真的考虑了很多同学的 其实你心想镜子是很长很长很长 那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好了 那这个镜子在哪里啊 简单来说 这里就是 总共是十小格的 所以这个镜子呢 就在这里 去回这里了 刚刚十小格 那镜子就在这里 反射线怎么画啊 更加简单 如果你记得刚才我说 咦 现在X那条线是由箭咀投出来 所以 反射线 一样 是由箭咀投 这条线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镜子里面是要用虚线的 好了 所以 一样 第二 第二部分 OK 好了 那Y那条线怎么来啊 其实就是在这里 一样在箭咀投出来 但记得在里面 只需用虚线 出去 就是一条实线 给回箭咀 那就OK了 我相信呢 聪明的同学 是可以解决到的 好了 范Sir在这里想问 一条问题 如果万一那条线 是由箭咀中间射出来 那又怎么办呢 就是好像这样 如果 紫色这条线 这样射出来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既然有箭咀中间出了 好吗 我们就可以由箭咀中间 这样画出来 那这条线呢 就是一条反射线了 所以同学 希望这几条片 几条题目 可以帮大家理解 怎样画光线的 反射线的图案 OK 好 加油 拜拜